这个事情是难 善才同子做得到 他也是人 他也是个凡夫 跟我们没什么两样 他能做得到 就说明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 问题在哪里呢 他发了菩提心 我们没发菩提心 他一心一意学菩萨道 我们虽学菩萨道 还天天胡思乱想 差别在此地 他是一心一意学菩萨道 他没有时间打往下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真精进的 那不是假的 真精进的 你看五十三参 没参法一个善知识 他的境界向上提升一参 参法得云比丘 他是初著菩萨 参法海云比丘 他二著菩萨 参法妙著菩萨 他是三著菩萨 他天天在往上升 他如果有丝毫懈怠 有丝毫懒散 他就堕落了 他怎么能够超身呢 永远保持不断的精进 所以人家一生 圆满菩提 这是世尊在华言 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说明无上菩提 任何一个人 这一生都可以真的 只要你学善才通此 这样的发心 这样的努力精进 哪一个办不到啊 人人都办到 人之所以不能办到 善导大师讲得很好 总在欲言不同 这句话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